国美手机世界杯导报,非洲雄鹰拯救阿根廷,巴西补士轰二球制胜先生夺人国美手机带,以挑战每一次进球,世界杯金句来自网络一,比赛结束之后,庆祝绝杀的人里有巴西球迷,巴萨球迷,巴黎球迷,买了让球瓶的球迷,二,有一支球队一直想买的赫亚来顶替纳瓦斯,三,时代变了, 四年前大家都在比谁的阵容更好,现在大家都在比谁的更差,四,我们体操不行,我们乒乓球不行,但是我们足球行,阿根廷肯定希望今晚尼日利亚队就如他们球迷说的那样,当然,尼日利亚最终赢了,巴西对普什连入两球,内球王锁定胜局后累撒赛场,2比0击败格斯达黎加,让武卿巴西直奔出现而去, 阿根廷期待尼日利亚击败冰岛,而非洲雄鹰最终拯救了梅西,2比0拿下冰岛,让莫伦比赛尼日利亚,阿根廷和冰岛三队去争夺一个出现名额, 塞尔维亚则是1比0领先的情况下,遭瑞士逆转,莫伦,巴西,塞尔维亚和瑞士三队,争夺两个出现名额, 巴西2比0哥斯达黎加第78分钟,内玛尔摔倒在禁区,主才第一时间判罚扁球,但观看视频回放后,主才取消扁球判罚, 卜石的第一分钟,马赛洛转中,费尔米诺投球百度,库比尼奥插上推射破门,巴西终于打破僵局, 1比0,全场捕食的第七分钟,到格拉斯科斯塔右路船中,内玛尔插上轻松,推射得手, 巴西2比0锁定胜局,比赛交点一,奔戒世界杯,诞生了第一个因VAR介入取消的点球, 二,二战接败的哥斯达黎加提前一轮出局,莫伦为荣誉而战, 三,内玛尔打入在国家队的第56球,超越了罗马里奥,仅次于罗纳尔多和贝利, 四,巴西成为纪乌拉圭之后,本届世界杯获胜的第二支南美球队, 五,巴西队在世界杯史上第一次捕食进球,也是第一支在捕食阶段打进二球的球队, 赛后声音库地尼奥,很高兴球队取得首胜,我们会一直强大到决赛, 蒂特巴西队主帅,如果我是裁判,内玛尔那个球我肯定判点球, 但是VAR说不是点球,我只能接受这个判法,拉米雷斯哥斯达黎加主帅, 我确实认为他们的换人对我们影响很大,因为巴西队有太多各种技术类型的球员, 而且都是顶级球员,新的球员登场,必然给我们的防守带来更大困难, 尼日利亚2-0冰岛第四十九分钟,摩西右路传中,穆萨禁区中路停球抽射破门, 尼日利亚打破僵局,1-0,第七十五分钟,尼日利亚反击,穆萨没开二度,比分扩大为2-0, 第八十分钟,冰岛获得点球机会,戴西与尔兹松操刀却将点球射飞, 最终尼日利亚2-0取胜,比赛交点1,尼日利亚取胜后,搅混了低组的出现形势, 莫伦,尼日利亚,阿根廷和冰岛均存在机会, 2-没开二度,的穆萨,成为尼日利亚的英雄, 3-中超双星只有米克尔首发,一哈洛第八十五分钟才替补登场, 再后声音哈德格里姆松冰岛主帅,我们还处于出现名额的争夺之中, 这有点奇怪,我们没想过自己能在这届世界杯上保持不败, 而失利总是让人难以艳下,不过我们只需要击败克罗比亚, 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,赫尔莫克罗尔尼日利亚主帅, 对于我们来说,在对战阿根廷队的比赛中取得进球,并不是十分困难, 低组两轮过后,克罗比亚提前一轮出现,尼日利亚积三分排名第二, 冰岛和阿根廷军机一分,莫伦、尼日利亚面对阿根廷保持不败即可出现, 阿根廷想出现则必须取胜,瑞士二比一赛尔雷亚第五分钟, 塔比奇右路传中,米特罗维奇高高跃起甩头攻门得手, 赛尔雷亚闪遍打破僵局,一比零,第五十二分钟, 瑞士反击,朱贝尔将球传到右路,沙奇里射门被防守队员封出, 扎卡跟上世界波得手,瑞士颁平比分,一比一,第九十分钟, 加布拉尔诺维奇直塞,沙奇里单刀杀入禁区绝杀得手, 瑞士二比一逆转战胜塞尔雷亚,比赛焦点一,瑞士二比一逆转塞尔雷亚, 这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逆转取胜的比赛,二,瑞士二比一取胜后, 最近,二十四场比赛仅输掉一战,战绩非常拗人,三,从九八年世界杯开始, 塞尔维亚只在世界杯赢过四场比赛,而且拳,不时一比零, 只要出现丢球的场次全部输球,赛后声音科斯塔基奇塞尔维亚主帅, 我们需要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击败巴西,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, 我们知道这将很困难,但他们也有弱点,我们将试图予以利用, 佩特科雷奇瑞士主帅,半场结束之后没人认为我们能逆转, 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种很好的心态,那就是即便我们落后了, 也要努力争取胜利,这已经在之前的比赛中表现得出来, 对阵巴西的时候就是如此,这就是这支瑞士的特点, 一组,哥斯达黎加二战零分提前出局,巴西和瑞士同期四分, 塞尔维亚积三分位列第三,摩伦,巴西面对塞尔维亚不败即可出现, 其他要闻租来一,和甲俱乐部海牙官宣租借张玉宁, 上赛季结束后,张玉宁结束和布莱梅的租借合同, 提前返回了西布朗,二,即将迎来第二轮小组赛的德国, 赛前传来过好的消息,胡梅尔斯突发伤情,训练中只是坐在场边,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赛事,正在如火如荼开展, 球员每一次进球都是实力与运动精神的展现, 国美三美手机秉承创新,智慧,精湛工艺和高性价比的特质, 携手苏亚雷斯,与您共同见证每一次锋芒所向的进球时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